一開盤 人家主力用5000張往上 漲停就直接鎖死到 一架到底 一架到底 為什麼 那為什麼昨天 一萬多張 加頭信 加自行商三大法人都買鈔 居然鎖不住漲停 扛不上去 為什麼 現在就加入谷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k號 並且訂閱谷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歡迎好朋友來到谷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永成 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建成好 中市觀眾朋友 大家好 好 看到了FED的一個升級會議 如遇其生意馬 當然生意馬的同時 包大大又說了 下半年暫時還不會降息 大家聽到這個不降息 四大指數 品品品品通通往下了 究竟後續升息 降息 該怎麼看 下半年又該如何去做規劃 老師在這一個 禮拜四的分享會 就會說分明 對吧 對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因為老師每一次分享會 都會針對這個議題 都會說得非常的詳細 分享會重要嗎 重要 看你們怎麼看 重要 因為我每次分享會完 股票都飆起來了 3月13號 有 我們3月11號 在金華辦 對不對 那個週末 矽股銀行倒閉 有沒有 禮拜一 大盤往下灑 我帶你買208的威風店 有沒有 還有薰糖 55塊的 55塊的金拓科 有沒有 290幾塊的荔枝 是不是 還有喔 那天的新唐 殺到141.5 差不多 在140附近 3月我告訴你說 有集團作帳 我還告訴你說 卷之筆 沒有掉下來 你不要管什麼國際利空 有沒有 後來事後證明 到月底 金拓科 對不對 上來嘛 有 立志 有 新唐 新唐 到160 威風店 到250 有沒有 所以 分享會 如果你還沒有報名的 你趕快來 綠色框框直接掃起來 直接加入 直接報名 直接點圖報名 上個 上個月 我分享會當中 就給你這一張 集團作帳 對不對 集團作帳的 所以你 威風店就排第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通通都賺到了 所以你去參加 你就買一張 威風店 你賺四五萬 對不對 OK 好像騙不了人 好來 那這一次呢 好 我現場PPT你看我都做好了 都準備好了 對不對 老師都準備好了 我們跟你講說 四大的這個 今年我看好了四大產業 有沒有 轉機產業 連標題都給你列出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昨天就告訴你這幾個趨勢 有 成熟製程 伺服器 記憶體 還有高速傳輸 為什麼高速傳輸 我換來換去 伺服器跟高速傳輸 我都沒變 因為 TRAP GPT 對不對 現在深層是AI 要幹嘛 要高速啊 寫手師算老半天 對不對 我們上次分享會 我們說 用古海大丈夫寫一首詩 我們就直接叫他聊天機器人 非常快 很快喔 你大概等個五秒鐘 他就開始列出來了 而且重來一次還可以寫不一樣的 對 那五秒在幹嘛 那五秒他就開始在深層了 在資料庫裡面去拉 所有跟古海大丈夫有關的東西 我們就寫出來了 高速傳輸 寫出來真準 好來 有沒有 這叫高速 高速運算 高速傳輸 搭配什麼 伺服器 對不對 好來 那我說除了這個 我要跟你講什麼 碳權 有沒有 是不是 最近有一些碳權概念不錯 我們的元太就是碳權概念 節能股 碳權 元太跟碳有什麼關係 省電 節能 省電就不會怎麼樣 因為現在的電 很多國家不用核能 所以都要幹嘛 燒煤炭 像我們沒用核能之後有沒有 台中有一段時間 空氣污染 那個火力發電廠 火力全開有沒有 好可怕 台中台灣的空污很嚴重 太可怕 對不對 你 你不節能 你就燒煤燒炭 特別是中國 那你就要叫 對不對 就要叫碳澆水 燒煤燒炭 就會產生什麼 二氧化碳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要減炭 因為你不減炭怎麼樣 那個地球 動越破越大 對 越破越大 OK 所以 因為這樣 要你減炭 所以要給你收炭權 要給你收炭水 所以節能的 節能的概念股 就是出頭天了 有沒有 那除了元太 還有沒有 對不對 除了元太那有什麼 所以 所以我跟各位講 碳權碳稅碳 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 碳交易這種事情 二十年前就有了 最近又是 那叫什麼樣 冷飯熱炒 重炒一次 重新拿出來再炒一次 好 所以我現場 我會給你 一二三四五 五檔 碳權概念股 我現在都遮起來了 所以現場會 延長會的 這個線上延長會的當天 就會挪開 我就會挪開給你看 懂 好 所以這是完全免費的 對 這段時間 軍工不是很夯嗎 對不對 我跟老實講 我一張軍工都沒有 對不對 就跟 跟這一個 兩年前 航運標200的時候 我說陽明跟長榮 我在三年前的 十二月十月 我們是十塊 陽明跟長榮 帶的會員 十塊進場 十塊如果 漲到一百 那就是十倍 兩百就是二十倍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到了六七月 全六七月 每一支股票都在兩三百的時候 在那邊 跟著其他分析師 在那邊帶你去追高 有沒有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告訴你 已經 一天成交量 五十萬張 兩百塊股票都可以五六十萬成交量 大家已經進入瘋狂狀態 爆天亮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 那時候如果你敢跟人家講說 你沒有航運股 你會被人家笑 有沒有 你有在台北股市混嗎 你沒混台北股市 我就坦白跟你講 我還真的 那時候六月 我還真的一張都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就說我不是來混的 我是來讓我會員賺錢 投資的 我們是來投資 所以那時候的 貨櫃三窮兩百塊 你跟著別人拼命追 我在幹嘛 彎腰撿什麼 下一顆鑽石 是啊 對不對 四五十塊的資源 創為新唐 都是那個時候 有沒有 因為那一波他們還沒漲到 很精彩 驅動IC都漲完了 驅動IC都漲到兩百多塊了 新唐資源創為都沒動 有沒有 OK 所以 那時候 做了那幾檔 後來一檔一檔都標到多少 都兩百三百 兩百三百 有沒有 等於說複製貨櫃三窮 對 從幾十塊再到兩百 標到兩三百 這就是不追高 永遠帶你做什麼 山頭協照 卻相贏 你才不會虧到錢 那同樣的 現在軍工股 對不對 我也一樣跟你講 這段題材 到底它在漲什麼 漲完了沒 會不會過熱 有沒有 它只是短線題材 還是 五年十年的長線大趨勢 當初的航運 人家也告訴你 五年十年的大趨勢 疫情過了兩年就結束了 那軍工股呢 打仗會打一輩子 反正中國跟 美國現在跟中國對不對 關係不好 關係不好 所以 我們台灣 也跟對外沒有和解 所以大家都要提高怎麼樣 軍武開銷 你真的希望這樣子嗎 你真的希望 烏二戰爭永遠都不要打完嗎 我們都希望和平的人 所以 戰爭都是一時 對不對 對 天下之勢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你們都知道嗎 八年看仗 你有沒有打過 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沒打過 我們看過 聽過 歷史 可是在座的 我們中社的觀眾 你有沒有經歷過 可能有 你可能有經歷過 有些長輩 對不對 那你經歷過的 你喜歡那種日子嗎 千萬不要 我們不喜歡 千萬不要 所以仗 打得再久 也有結束的一天 對 為什麼 你去看美國這幾十年來 拖到最後都是誰認輸 都是美國認輸 不是嗎 阿富汗不也這樣子嗎 有沒有 中東也是 弄到最後都撤軍了 所以 ok 好 所以我一樣 整個概念股 我給你列出來 老師幫你準備囉 對不對 我會 到時候我會公開 好 我一樣會公開 因為 每一支股票 每一個個股 它的軍工概念 到底是在哪一塊 有人什麼無人機 有人做什麼 子彈 做子彈 有人做軍艦 都有 對不對 防彈背心什麼都有 有人坐飛機 防彈背心都拿來扯 對不對 防制的都要 想辦法扯軍工對不對 做毛筒的都可以拿來做 就跟那個當時有沒有 我記得那個時候 蘋果剛推那個蘋果手錶的時候 Apple Watch 對 然後那時候那個莉莉有沒有 喔 莉莉防止 他的錶帶 我懂我記得 連這個都要扯進來 那你現在 我就這告訴你就好了 好不好 反正你們 有些人股票都做好幾年了 對 你現在在回過頭想 當時你因為那個錶帶的題材 去買莉莉的人 到現在 到現在咧 有回到你當初買的價格嗎 所以當主力要炒作的時候 印給你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是 找個題材印給你扯上邊 對 帽子給你扣上去 就要騙大家 上車 去幫他怎麼樣 抬腳 所以我們投資人 做股票要怎麼樣 要理性一點 照子放量一點 我說一直跟你講 不要跟風 懂 不要隨便跟著題材就去買 然後自己不認真做功課 那當然這樣子 就等於上了賊船意思是一樣 就跟你就是上了那個 詐騙平台前被騙走 那意思是一樣 為什麼 差別在哪 差別在報紙上 主力方的消息 那是擺明著騙你 懂嗎 詐騙集團是躲在後面騙你 意思不一樣好不好 懂 這個背後意義都一樣 對不對 那做法不一樣而已 完蛋 所以要了解產業 我等一下下去 我要戴墨鏡 鋼塊要戴起來 產業很重要 你必須要懂產業好不好 所以還沒報名 你趕快報名 直接加LINE 現在已經100個了 是 直接加LINE 因為是線上 當然我可以 1000個1萬個開放 但是我也不想 太多人 流量的話 因為我有準備三檔對不對 因為我有準備三檔 三檔紅包 我有準備三檔送給各位 太多人來 我怕籌碼亂掉 為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不是都去買在前面 有沒有 等主力來抬轎 等外資來 對不對 現在聽說 現在聽說 聽說什麼 聽說有投信的經理人 然後 在看我節目 不然就是有來偷偷入會 你不要笑 說真的 我相信 我肯定相信 因為有人去把我的持股 有沒有 把我的持股 把我們承概股 列出來之後 發現有一檔基金 他的前十大持股 都在我們承概股 跟我的承概股相似度 百分之八九十 那他就跟我講說 老師 我在猜那個投信的經理人 應該有入會 應該有來入會 不然就是怎麼樣 每天都在追我節目看 那我還是要給他讚讚 因為我覺得他很內行 他很內行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那為什麼他很肯定說 是他來看我 不是我看 不是我抄那檔基金 為什麼 因為都是他在幫我們抬轎 懂不懂嗎 懂 因為如果是我今天帶你 我是抄那檔基金 那就是我跟著基金買 我帶你去幫那檔基金抬轎 那你會被割韭菜 可是我們不是嘛 我們早就坐在家上 你有沒有發現我帶你買 都是投信砍下去的時候 我來撿 外資砍下去的時候 我帶你買 然後等 等他們來了 回頭認錯 不然元泰 一萬一千張誰買的 是不是 昨天才接出來給你看 有 有沒有 那投信也是 這兩天元泰 昨天又買一千多張 8069 昨天老師還真的 元泰直接亮給大家看 看他們外資投信的動作 我們都還把愛心比給他們 來你看到了 大買的是誰 對不對 投信昨天兩千張 今天再一千張 前天兩千張 昨天再一千多張 對不對 那外資 前天一萬一千多張 一萬一千多張 昨天就想要買了 不買了 但是他們都是回過頭來 才來幫我們談 有沒有 他們要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亮牌之後 他還有大漲嗎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天 昨天今天兩天 是不是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 我們講說你這麼愛 你這麼愛根 那我給你 不是嗎 然後愛心比給你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外資這一萬多張來之後 投信連著兩天三四千 他有在大漲嗎 沒有 他有漲停嗎 沒有 外資昨天一萬多張 都拉不到漲停 那之前 之前 我帶你買170那時候 為什麼 一開盤 人家主力用五千張 往上漲停 就直接鎖死到 一架到底 一架到底 為什麼 那為什麼昨天 一萬多張 加投信 加自行商 三大法人都買鈔 居然鎖不住漲停 拉不 扛不上去 為什麼 為什麼 那一定有人在倒貨給他 對不對 一定有人在倒貨給他 是不是 那你現在看到他 再買了 你現在才來 然後他又漲不上去 那不就是又被人家割韭菜了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跟著他們的動作的話 你是不是又晚了好幾波 然後再加上 你的買點高的時候 萬一又遇到 氣骨銀行倒閉的事情 萬一又遇到 國際大利空 又一殺下去 你不是又開始怎麼樣 插淚蛋 插淚蛋 為什麼因為你追高 我就說追高勝率就低了 因為追高的時候 你擔心追高 你抱不住 但是我們的買點低 第一 就算我現在一張都沒走好了 我們還是大賺 因為170的成本 我說就算我一張 就算假設我現在一張都沒走 明天來個大利空好了 我們也不會擔心 對不對 我怕什麼 不怕 170的成本 一個跌停 就算頂多回到成本 我也沒虧 但是呢 你去追200的人 那就完了 對不對 昨天還有分析師 你不拿like給我看 195 對不對 還有友台分析師 很驕傲的跟人家講說 我買195 笑死人了 買點決定勝率了 好 所以這三檔紅包又會是誰呢 想知道 想擁有 來直接加入 小老鼠HIH888分享會 老師會多露給您 看新聞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產業好不好 好 看點新聞 那個升息雜音 干擾已經結束了 換句話說 過去一整年 對不對 你們所擔心的事情 升了10次 那都已經過了 都已經過了 關關難過 關關過 所以後面 還有沒有升息的利空了 現在不是要進入降息了嗎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真的就算有 那你也不用擔心 就是說 再升 給它升幾次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經濟現在已經開始搖搖欲墜 升不起了 因為怎麼樣 已經有銀行倒閉了 一直倒啦 你知道銀行倒閉 相對的 對市場就有怎麼樣 就有緊縮資金的效果 所以他不用再去升息了 因為有人在幫他升了 懂嗎 因為你一倒閉就擠兌對不對 對 你一倒閉 大家趕快把錢放著 放現金 有沒有 沒有 所以 放現金 結果 沒有升息的利空 那我常講 既有升必有死 對不對 既有升必有死 既有升必有死 既有升就有降 對不對 那現在既然要 已經不升了 那 後面降的機率就很大了 對不對 那只是早降晚降而已 什麼時候降 對不對 早降晚降 但是我已經有跟你講了 不管升不升 降不降 跟我們關係 沒關係 因為怎麼樣 我們不是做大盤 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個股 對不對 庫存消化了 消化有沒有 有沒有關係 對我來講沒關係 重點怎麼樣 我們買什麼 買業績會好的公司 那就對了 對不對 沉蓋股就是走自己的路了 來 昨天的環球晶 在前天看完法說會 對 這個我們秀蘭姐姐 講話很誠實 很實在 她說 環球晶第二季挑戰 在需求 你有沒有覺得 這就是廢話 為什麼 哪一個公司挑戰 不是在需求 台積電訂單 也是在於 那就是有需求才有訂單 是啊 你東西要賣得出去 就是有人要才有人跟你買 所以哪一個挑戰 不是在需求 不是嗎 不然第二季挑戰在什麼 無二戰爭 第二季挑戰在 拜登要不要跟習近平握手也很好 不是啊 第二季挑戰就是在 需求等於訂單 對 就是這樣 有沒有 好 奇怪 那不是去年底 才聽人家講說 第二季庫存就消化完了 第二季就回來了嗎 怎麼現在第二季感覺上還怎麼樣 還有一個大叉叉 對不對 那當初跟講第二季就會回來 告訴你說 對不對 第一季沒有 來第二季 對不對 對不對 股票就會帶你賺的 那你怎麼辦 又來個五窮六絕 那你有沒有覺得你被騙了 不是告訴你第一季 很多人說第一季庫存敲要玩 對不對 還有人家 好啦就算第一季沒有 那第二季可以吧 對不對 結果 結果咧 第二季還在拚 結果第二季呢 還是在拚還是沒有 那現在沒有 好啦 下半年總會好了吧 那請問你股票什麼時候才要賺 你聽懂我意思沒有 好 好來 所以 挑戰在需求 那我覺得這不是這個問題 這問題就在於說 現在的環球晶的股價 到底能買不能買 跟需求跟著都沒關係 因為環球晶今年 第一季賺11塊 它今年還是有機會怎麼樣 拚40塊 對不對 那拚40塊 如果你給它10倍本益比 那就是400塊 你給它15倍本益比 就是450 6 就是600塊 對不對 400塊到600塊 就是這個中間 就是這樣 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 如果你要參加我的這個 分享會 禮拜六下午的 拿手機就可以看的 線上分享會 好不好 趕快打電話來報名 直接加LINE 好不好快文滿 好不好 先進廣告 綠色框框直接掃起來 或撥打廣告中間電話 小老鼠 HIH888 直接點圖 免費報名參加 來 秀蘭姐姐講 重點怎麼樣 下半年還是有望 有什麼 資料中心需求帶動 半導體業回溫 有沒有 資料中心是什麼 就是伺服器 有沒有 OK 好 那下半年回溫 你要等營收來再來買嗎 當然不是 我要再跟各位再講一次 做股票你要跟我一樣 要超前部署 要領先佈局 去年12月 你們不敢領先佈局 1月你就沒賺到了 過年前 你不敢跟我領先佈局 過完年的大漲行情 你一樣沒賺到 對不對 什麼事都要超前部署 那同樣的 現在呢 你就是要等怎麼樣 等行情沒來前 你要先買起來等 有沒有 寒冬布局 我帶你做元泰不就是 行情沒來前 讓你買起來等嗎 是 對不對 大行情來的時候 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一個分析師會不會做股票 不是在行情好的時候 行情好的時候 閉著眼睛 猴子射飛鏢 都會賺錢 你也不需要分析師 你懂我意思嗎 你有沒有發現 在兩年前 5月那一波 那一天 5月12號 盤中 台股大跌1400點之前 你隨便買你隨便賺 有沒有 那一天之後 你發現 就不是隨便買隨便賺 這樣懂嗎 懂 分析師 就是要 不是你隨便買 隨便能賺的時候 才能幫你 那才叫分析師 等到庫存消化完 等到春宴來了 等到 已經太陽都出來了 那你還需要分析師嗎 你自己隨便買都賺錢 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懂 所以這個時候 在大家 看不清楚 黎明到底什麼時候來 春宴什麼時候飛來的時候 你才需要我 在這段時間 持續跟著你 怎麼樣 做戰友 君子中日前前 一檔一檔股票 獲利入貸 好嗎 今天節目就做到這 寒冬布局 春暖花開才能收割 那現在要布局 什麼樣的方向 以及在這次分享會當中 老師非常豐富的內容 想要來卡位報名的朋友 小老鼠HIH88 綠色框框直接掃起來 還有廣告中電話直接撥通 老師幫你準備了三檔紅包股 究竟是哪三檔 想要來擁有的朋友 不用客氣 電話撥通直接加LINE 來報名 再次感謝先生老師 謝謝甜心 讓我古海大丈夫 陳建成 帶你富貴 吻中求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認真 看看親愛的媽媽 有多久沒有好好坐下來 陪媽媽吃一頓飯 陪媽媽談笑風生 還是忘了說一句 媽 我愛妳 你仔細看看媽媽的面容 歲月毫不留情地 留下了一些痕跡 為家庭付出的青春 為孩子付出的心血 時間一點一滴的逝去 才發現忘了好好照顧自己 原來那些歲月留下的 全部都是愛 都是媽媽養育我們 守護我們最好的正面 所以在今年的母親節 陳陳要跟全天下的母親說聲 媽 妳真的辛苦了 母親節快樂 未來的日式別忘了好好愛自己 想給媽媽過上好日子 帶著媽媽四處遊山玩水 5月6號下午2點 港恩媽媽孝親標谷派對 妳一定要參加 給家人更舒適的生活 跟著陳陳我們一起過上 好日子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公參